金星变成女人28年 只被承认过一次女性身份 早年间金星还在比利时工作 他晚上乘坐出租车的时候 被司机发出了请求 他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 他说你能帮我一下吗 起初金星害怕到不行 以为自己遇见了什么变态 但接下来司机的一番话 让他做出了自己这辈子都无法理解的决定 他后来说求求你 我好久好久都没有了 我当时我想有很多话 做完这件事后 金星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后悟 而是悲鸣 很多人都不理解金星的做法 但却忘了他的经历 曾经还是街头小市民的他 并不是女人身份 在小时候接触到性启蒙之后 金星就时常觉得自己是个女人 常常幻想雷电批中自己身体会发生改变 而这个想法持续到了他28岁 在那一年他下定决心 做手术成为了一个女人 手术过程并不是很顺利 由于一名小故事的疏忽 让金星的左腿被器械压了16个小时 导致整条腿没有知觉 那时候的金星一不能跳舞 二因为变性被网友们劈排 走到路上都会被其他人投影一样的眼光 虽然之后金星通过不断地锻炼 让自己的腿成功复原 但外界的眼光却还是不能消散 所以当那个男性司机发出这样的请求后 他觉得自己的女性身份得到了认可 所以才会做出那么荒诞的事情 金星得罪陈凯歌的表情包一出 以后被下架的可不只是金星秀了 这一幕发生在文化广场剧一堂 发布的一段采访视频中 当时节目组为金星安排了一场访谈会 借此机会金星也吐槽了 长金湖导演获奖的事情 从他翻白眼和呕吐的表情来看 他对陈凯歌似乎有着抵触心 这番动作把一旁的主持人吓到不行 连忙上前阻止他的行为 金星为什么对陈凯歌有这么大的敌意 其实跟他的人脉圈脱不开关系 陈凯歌的前妻是红晃 而红晃与金星又是很好的闺蜜 作为前妻的红晃是出了名的嘲讽 陈凯歌不眨眼 你就突然间发现就是说 怎么会有这么多女人都喜欢她 就我就晕菜了 作为闺蜜的金星 自然对陈凯歌没什么好印象 而这也只是他瞧不起陈凯歌的其中一个因素 长津湖作为一部爱国电影 很多明星都是零片愁出演 而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却是收费的 这些钱最后进了谁的腰包 这种魔性的转折 就足以让金星对镜头吐槽24小时了 然而金星是满足了自己倾诉欲 但他恐怕会因此惹上大麻烦 想当初柳妍因为一句 电影票房不理想怎么办 都被陈导追着骂了三回 而像金星这种大咧咧的统槽 恐怕是要在娱乐圈无力足之地 嘴上没把门的金星又有什么错呢 他只不过是即便被资本踩在脚下 也要说真话的钢铁直男 在金星秀还没停播的时候 金星就对知名企业家潘石屹发出犀利提问 给哈佛大学捐了那么一笔钱 咱们国家也有很多好大学的不捐 怎么可以捐给美国人 对此潘总火速应对 说自己不是捐给哈佛大学 而是捐给那些在哈佛读书的国人 面对潘石屹这种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行为 金星毫不留情地指出 到了哈佛大学几乎没有什么贫困的 都可以考进去 按照他们的智商 他们可以申请到奖学金的 你还制度上干什么呀 这一番话让潘总只能用笑掩饰尴尬 但即便如此潘总也不收敛 不久后就向另一所美国高校 耶鲁大学捐赠一千万美元 此时的金星虽然在艺术界有一定的地位 也因为金星秀圈了一波粉 但还不足以抵抗掌握经济命门的老总 但金星还是勇敢地提出来自己心中的疑虑 虽然这番话会让大浪们不悦 而金星也因此明里暗里得罪了不少人 所以当金星秀被停播后 不少人的脑海中都涌现出了阴谋论 直指金姐被一些人暗算 但别忘了即便是左腿坏死 都没能阻挡金星事业的脚步 区区一个节目停播又怎会把他打倒 所以当自己的节目停播后 金星开始频繁现身于其他节目 并贡献了不少的名场面 而大家对金姐的喜爱 也没有随着节目停播剪归 反而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勇敢开跑 不少人的脑海中